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一次 这是40年来 最重要的 有关两岸的一个 划时代格局的谈话 习近平的谈话 有宣告 有宣誓 有抚慰 宣告 是宣告 将要推动 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 而不是像40年前 那就是一个告同胞书 这是一个 行动纲领的宣誓 告诉全世界 我们要推行 和平统一的进程 要一项一项开始做 所以就像他之前讲的 要掌握主动 第二个 这是一个宣誓 对自己的宣誓 对两岸同胞的宣誓 对台湾同胞的宣誓 他说 两岸没有统一 两岸的分裂 那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大的创伤 而这样的创伤 不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 所以那是对自己的宣誓 在我们这一代 我们要结束这种创伤 因为这种创伤的结束 也就是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的开始 而这样子的民族分裂的创伤 不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必须在我们这一代终止 中华民族的复兴 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开始 而这个谈话也是一个抚慰 是对两岸同胞的抚慰 尤其是对台湾同胞的抚慰 你们所担心的 你们所恐惧 所想象所害怕的 统一所带来生活上的巨变 统统都不会 都设想到了 我们尊重 尊重 尊重 而且承诺 承诺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将会是台湾以后的长治久安 今天你跟我都见证了一个 划时代的开始 习近平的格局 他的许诺 跟他的决心 都在他今天的演说里面 完整表露无遗 我们没有办法演示 我是很兴奋的 我也没有办法演示 我在看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热泪盈狂 我们的先人苦难流血 我们的先人的痛苦 我们这一整代的 所有的迷茫 也许在我们这一代 统统都会结束 今天共同胞大权的 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前立法委员朱高正 大家好 前监察委员叶奥鹏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张有化 大家好 前立法委员吴玉生 各位朋友 大家平安 前立法委员孙大千 大家好 新党文宣会副主委 李明正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在这样一个 世纪的一个谈话 隔了40年的 再一次的告 台湾同胞书 而且不再是 由人大来做 而是习近平 在镜头前面 直接讲给你听 这样一个化时代的事情 这样震撼性的事情 结果马上 我们的蔡总统出来回应 她的回应是什么呢 气急败坏 她的回应是草率的 是心胸狭隘的 她的回应甚至是 隔天的旧菜 为什么呢 因为那短短的 我剥给你看你就知道了 她的回应根本就是 她的元旦谈话的浓缩版 听听看蔡英文的回应 再来看习近平 我们始终未接受九二共识 根本的原因 就是北京当局所定义的九二共识 其实就是一个中国 一国两制 今天这样领导人的谈话 证实了我们的疑虑 在这里我要重申 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绝大多数台湾民意 也坚决反对一国两制 所以蔡英文 说全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她代表谁 她有什么资格 代表台湾2300万人讲话 她有什么资格 代表中华民国国民 这个事实上中华民国国民 她所涵养的意义 是甚至连对岸13亿大陆同胞 都是广义上的中华民国国民 你凭什么代表中国人讲话呢 好 她讲的话其实就是她的元旦谈话 四个必须要正视 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 但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玩意儿 什么叫中华民国台湾 她说必须要答案大陆 必须尊重2300万人民 对自由民主的坚持 必须以和平对等的方式处理 我们之间的歧义 你看看看 她只要讲歧义 我们之间的歧义 她不要讲我们之间 有什么样的共同 必须是政府或政府所授权的公权力机构 坐下来谈 她到底在讲什么呢 玉生兄 她谈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要帮助中国人 所以我是觉得她是用一种整合包容观点 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蔡英文总统昨天元旦的讲话 就代表就说她是一个僵化的元旦的讲话 她僵化的元旦的讲话就代表就说 她经过一天之后习近平发表了新的谈话之后 她也没有办法创意或提出一些超越 或者更多包容的观点 或更多整合的观点 她都没有 所以我是觉得她还是意识形态 玉生兄 那个一国两制 可以是双方坐下来讨论的 现在先不要把它说no 那也许将来会喜欢 也许将来绝大多数我们两岸的人 都接受一国两制呢 没有错 所以我现在在提醒大家 因为我们台湾传统对一国两制 是比较讲到 不了解 我们都排斥 我们台湾现在社会里面 其实比较能够理解的是 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的原则 这一点是台湾社会 这几年约定俗成 蔡英文也不承认 那他不承认 那韩国伟在电视上公开 跟曾经外辩论的时候 韩国伟讲出来 赢了高雄的选票 所以整个九二共识的理解 跟包容一个中国的原则 现在不管从宪法的观点 或从政治现实的观点 或从两岸发展的观点来讲 都已经变成天经地大都能够接受的 但是一国两制要小心 也说今天他用这个东西 把你倒到一国两制里面来 然后再激发台湾传统里面 对一国两制的疑虑 排斥不满丑化 所以我现在担心的是这个东西 OK 来 所以我们要 叶文打权承诺大家 我们会花很多更多的时间 来好好的讨论 到底九二共识是什么 一国两制是什么东西 要不要害怕呢 来我们先听习近平 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 化时代的宣告 他开始怎么讲 从中国的苦难开始讲起 1840年 鸦片战争之后 西方列强入侵 中国陷入内忧外患 山河破碎的悲惨境地 台湾更是被外族侵占 长达半个世纪 所以他先回顾了台湾过去的苦难 而且他接下去讲 为了战胜外来的侵略 争取民族解放 实现国家统一 所以你看国家统一 这件事情不是现在才开始 不是1949年以后才开始 是甲午战败 台湾割让给日本 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后 才促成了 大家要去推翻满清 你这个烂满清 你把台湾都割掉了 那个时候就要实现国家统一 中后人前后前铺后几 所有的努力 这些努力 台湾同胞在这场斗争中 做出了重要贡献 直到1945年台湾光复 重回祖国怀抱 然后他又讲 其后不久 因为中国的内战延续 跟外部势力的干涉 海峡两岸陷入长期 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 这里面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很可能都是可以让大家好好的 讨论很久的东西 大千兄 对这些年轻一辈的 对这些台湾的 新兴的这些中间选民来讲 九二共识对他们来讲 他们所在意的恐怕不是 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 还是中华民国 在台湾还是中华民国 台湾还是一国两制 而他们所在意的是 九二共识可以给他们 或者是台湾的未来带来什么 国民党上一次 失去政权的时候 是因为国民党 没有办法在快速的时间之内 把支持九二共识 所得到的两岸的红利 转换成为台湾庶民普罗大众 他们的生活改善 国民党没有办法 在短时间之内 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 或者是我们做的 还不够好不够多 没有任何人能够完成 在那么短的时间 所以我要讲的是 2016年我们失去政权 当时民进党抛出的口号是什么 他不支持九二共识 可是他要维持现状 台湾人民给了民进党两年的机会 两年多他们发现 民进党所谓的维持现状 又不支持九二共识 既没有办法维持现状 更没有办法给台湾 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 所以这一次台湾的选民 再一次的用选票 选择让民进党 这个失去政权 失去民进党的地方的执政的优势 当国民党重新拿到了地方执政权 我们要面对2020总统大选的时候 国民党在这一年 最应该要快速完成的一个工作是什么 就算我们没有办法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把真正两岸的红利 让大多数人享受到 但是我们必须要让台湾人民感受到 因为我们地方政府支持九二共识 而能够改善我们地方县市的财政状况 或者是他们的经济状况 甚至他们的景气状况 如果今天国民党做得到这一点 其实九二共识的意涵 对台湾人民来说 所代表的 先不要讲是一个中国 或者是一中各表 或者是什么一国两制 至少九二共识所代表的是 台湾会有一个繁荣安定的未来 刚刚大千兄跟玉生兄都一直在阐述 就是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其实习近平也谈到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就是两岸都是中国人 而且要共同追求统一 这个才是九二共识 当初不管是大陆版还是台湾版 都共同要讲的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将来要追求统一 那一国两制呢 说统一以后呢 大陆提出来说 统一以后是什么样子 统一以后我给你一国两制 所以大陆讲的 当然跟九二共识更不同的东西 但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承诺了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一定要和平统一 然后要一国两制 但是他说我没有要放弃武力 因为武力是对付台独的 不是对付台湾人 是对付台独 对付外国势力的 他说两岸关系发展历程证明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是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血浓于水 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跟民族认同 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 我最关心的不是去听蔡英文在那怎么回应 事实上在这次九合一选举以后蔡英文的民意支持度是直直肉 他现在怎么好意思 还大放厥诀啊 我比较关心的是 你中国国民党对于习近平今天的讲话 你怎么正式的回应 我想在这里我要花花牢骚 大家想想看四十年前的今天 为什么四十年前的今天 中共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发表第五篇的告台湾同胞书 大家记清楚啊 这一篇是划时代的 在以前有四篇 就是武力解放台湾嘛 这一篇是正式提出和平统一 为什么 大家回去看看四十年前那一篇 最主要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日本建交了 跟美国也建交了 出现这种新形式 所以说才需要来一个两岸的新的处理的方法 那我在这要问大家 四十年前国民党执政 这个告台湾同胞书里面提出来的是什么 讲白一点简单一点 就主张三通四流嘛 什么三通 要通游通行通商 什么叫四流 要学术交流 要经济交流 要体力交流 要文化交流 大家记清楚啊 三通四流就是四十年前 告台湾同胞书里面具体的要求 大家回想看看 当初中国国民党执政怎么回应的 三不 不接触 不谈判 不妥协 我在这要跟大家讲 今天 三通 早全通啦 四流全流啦 事实上证明四十年来 中国共产党的两岸政策 百分之百成功啦 相反的 台湾从国民党 现在就变成民进党执政啦 你现在还在不接触 不谈判 不妥协吗 错啦 蔡英文整天坐在那里叫 说你要跟我谈 不要设任何前提 我要跟你接触 你派来的人不跟我接触 我就要卡你 大家想想看 我们在看问题要有历史的众生 表示说台湾很不愿意实事求是 嗯 事实上 大家今天好好看一下 习近平今天的纪念 告台湾同胞书 四十周年这个讲话 这是在什么时代讲的 大家要搞清楚啊 我帮大家回顾一下 1979年元旦的时候 我们看看1978年 那时候大陆的人均所得 才78块美金 台湾已经1577块美金 也就是台湾几乎是大陆人均的20倍 所以在那种情形之下 大陆因为受到台湾的刺激 才决定要开始发展经济 没有台湾作为四小龙的经济奇迹 不会有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对 但是大家想想看 二十年下来 人家大陆今天是怎么样 大陆很快就要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 1979年到现在是四十年 四十年 我在这告诉大家嘛 现在大陆汽车销售量全世界最大 对 发电量最大 工业产值最大 全世界最大的内销市场 我在这要问大家 台湾呢 台湾就是因为不愿意去承认 不愿意去正视两岸关系 搞得现在大家嘻嘻嘻啦 我在这问大家嘛 今天我们听到习近平的这个讲话 我建议啊 不要大家盯着蔡英文讲什么 没有用啦 十股不化啦 但是我问你 中国国民党能够告诉我们 他能挺起腰杆子吗 你可以告诉我们说习近平这个讲话 哪里违背了中华民主的利益 哪里不对 你要提出什么要求 可以讲得出来吗 你敢公开来批评民进党吗 我在这要讲 如果国民党啊 还是这样啊 压压气气啊 虎头蛇尾啊 想要变三票而已 我告诉你 迟早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我希望国民党现在开始要统定石头 如果习近平讲的是对的 我们说过去四十年我们已经浪费掉了 我们就应该要站在整个中国的未来的立场 让在中华民主伟大复兴的过程当中 台湾同胞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才是真正替我们的子孙来谋服力 习近平今天的讲话 让我几度掉眼泪 当然我所看到的未来 我所看到的格局 跟在台湾的人可能很多不一样 时间会证明我们对了 还是谁错了 董哥 其实你看今天习近平讲的 他其实里面有个东西 媒体都把它拿来做标题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那台独打不打 当然打 所以我说王九里 是啊 因为台独不是中国人 外来的势力也不是中国人 台独是外国人 就这么简单 对啊 所以其实他的和平调子 从四十年来到现在是没有变 但对台湾当然关键比较大的是 刚刚朱委员所讲 蔡英文虽然不重要 但是她是台湾领导人 她的回应很特殊 其实在蔡英文回应之前 民进党中央就有回应 她说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 我说不是 中华民国才是主权国家 这民进党的调子嘛 可是蔡英文她觉得意犹未尽 她就跳出来自己开记者会 做一个短短的一个说明 把周天的元旦的文稿 在今天的再把它综合起来 那前面讲了错误百出 怎么讲错误百出呢 她讲说九二公事就是一口两字 一口两字 她把它发上等号 她说九二公事绝大多数的台湾人不同意 我刚刚赶快Google去搜寻 因为我知道最近中国时报有个民调 这民调很精准 百分之六十一点一的人支持九二公事 对啊 对不对 我们节目讲过 对 然后里面最精准是什么 二十到二十九岁的人 有五十二点一都同意 都支持 为什么 其实台湾最近的变化很大 就是整个选举呈现了新的民意 韩国瑜 刚刚吴医生讲 韩国瑜公开讲 我就支持九二公事 陈其迈不支持陈其迈输了 他这是最新的民意 而且是在民进党 最强的 绿色的高雄 他选出的是这样的民意啊 所以 为什么这个东西 跟蔡英文讲的完全不一样 蔡英文 忘了先的民调是这样啊 选取结果也是这样啊 那这才是台湾真正最新的民意啊 那他讲的东西是背离台湾民意 他最近在干嘛呢 他最近在讲话以前啊 对不对 各位看 我细数给各位听 赖清德 联中记者会 蔡英文赶快跳出来 对跟他对话 所以你不要走 你是投手不是中记 对不对 然后蔡英文又怎么样 最近 昨天一场记者 一场那个说明会 元旦 周六天 中午又跟记者 又讲一场 参戏 今天又讲一场 他在刷存在感 表示我才是领导人 这是他的用意嘛 面对习近平 参戏文当然需要刷存在感 因为实在太没有存在感 习近平的这一个谈话 我们从这个角度 就很容易理解了 在九二共识做基础 然后有一国两制 把独台解决了 独台如果没意见 好 就剩下一个台独 台独很简单 可以不理他 他如果再过分的话 那就用打的 很简单嘛 就是这样子 他把复杂的事情 我们就把它简略了 大家也可以提出一道这个手续 这个清晰的这个路线出来 我们在小小的台湾 所以我们不得不 节目一开始 让大家先看一看 蔡英文她所表现的 但真的重点 还是回到习近平 因为这个演说 你真的千万不要小看 因为大陆它言出必行 而且你看看1979年的 告台湾同胞出 我们前面两天的节目 已经告诉大家了 它里面所告诉你的 每一件事情几乎都实现了 只要大陆自己的事情 通通都做到了 包括那个时候 他就知道大陆会站起来 它的影响力会无与伦比 所以那个让人感叹万千 再来看看习近平讲什么 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这是七十载两岸关系 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 也是新时代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必然要求 他说其实两岸已经分离七十年了 而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必须统一 必然统一 这是习近平在镜头前面的许诺 你觉得他会怎么样 这个习近平这个谈话 他被他承载的是 13亿人口的期待 我们不要小看他 今天呢我想 刚刚谈的这个九二公司 大家忽略了 台湾我们都忽略了 这个九二公司的重要性 台湾没有九二公司 台湾没有和平 九二公司是台湾和平的基础 要知道九二公司的 它的方向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中国 那么这个一个中国 在刚刚 这个朱高正他所说的 当年四十年前的时候 因为中美中日建交了 等于是内战结束 等于是国共的内战结束 在那个结束的一刹那 共产党施出善意 我们用和平统一 我们用一国两制 那个就是善意 就是说不再用武力来解决了 我们知道国共的斗争 是死了几百万人的 对不对 那就凭着一句话 一个方向 就把战争结束 这个是在外国人 是没有这个智慧的 他可以用默契 就把这个东西结束 可以用默契 单打双不打 然后金门就整个停止不打 然后还有一个默契 有做海峡中线 这个就是中国人的智慧 凭默契不必凭条约 就可以完成 从战争走向和平 所以说九二共事 是真正和平的基础 大家不要小看这几个字 那么今天习近平他所谈的 我们台湾现在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什么 一个问题是独台 一个问题是台独 台独跟独台的区别在哪里 大家说没有区别 我说有区别 他的背景不一样 效果不一样 方向也不一样 怎么讲背景不一样 台独的背景是国族的认同 产生了记忆 国族的认同 他不认为他是中国人 他也不认为他是中华民族 他有的还认为他是日本人 更糟糕的还认为他是跟南岛语系的人 还有血缘关系的 这个叫台独 独台呢不是 独台是国族认同没有分析 国族是同样认同的都是中国 但是呢制度上有分析 我不欣赏 我不让你那个制度 我要这个制度 这个是独台 独台好解决 所以独台用什么 用一国两制就会解决了嘛 是不是 所以习近平的这一个谈话 我们从这个角度就很容易理解了 在九二共事做基础 然后有一国两制 把独台解决了 独台如果没有意见 好就送下一个台独 台独很简单 可以不理他 他如果再过分的话 那就用打的 很简单嘛 就是这样子 他把复杂的事情 我们就把它简略了 大家也可以离出一道这个手续 这个清晰的这个路线出来 马晓光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们要谈判的时候 可以根据各自的法律规定 来完成谈判 各自的法律规定是什么 他有反分裂国家法 我们有中华民国宪法 我们也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他有他的法律 我们根据我们的法律 这个都彼此叫做尊重对等 这有没有对等 当然对等 是不是对等 一定是对等的嘛 我们根据我们的法律 我们的法律是我们选出来的 立法委员制定出来的法律 他们的法律是他们的人大通过的法律 然后根据各自的法律来谈判 那这个谈判 一个大前提 什么前提呢 就是一个中国 在一个中国之下 可以有两个制度 因为我们现在所担心的 就是说 他那个制度 我们是不是适合 我们是不是能适应 这个我们不能全怪大陆 有的时候 当年国民党来的时候 也是把共产党描述的 一无是处 是不是 集权专制落后等等人质 好 到现在为止 两岸充分的沟通 充分的交流以后 我们也体验了一点 他们的进步 我们也体验了他们的不足 还有体验了出他们 我们难以适应的地方 大家都已经很透明 很公开了 那么这个体验不足 不能适应 大家都可以通过协商 来把它完成 让台湾人民有这个心理准备 很重要的一点 台湾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台商 他们会后悔 哎呦我当年来上海的时候 我当年来广州的时候 我如果这样难 如果那样我今天会多有钱 台湾更多的后悔在本 我们台湾本地 如果当年我们就完成了 两岸这个协商沟通的时候 台湾今天的国民所得 是这个样子吗 好 他还说 一水之隔 直尺天涯 两岸迄今尚未完全统一 是历史遗留给中华民族的创伤 两岸中国人应该共同努力 谋求国家统一 抚平历史创伤 明正 我想今天的不管是习近平的讲话 或刚刚蔡英文回应 其实你可以发现 蔡英文是没有任何前进 他是完全十股不怕 暴残首缺 尤其他居然讲到说 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 一个一国两制 其实九二共识 根本还没有谈到一国两制 他只是说两岸同属一中 都在追求一国 追求统一而已 至于一国两制 我跟大家讲 很多人可能听不懂 什么是一国两制 其实一国两制是什么 就是马照跑舞照跳 只是你以前选的人叫总统 以后改成叫台湾地区领导人 就这样而已 而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 还有可能可以担任 大陆的国家副主席 你不要以为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在习近平讲话里面 提到探索两制的台湾方案 什么叫做探索两制的台湾方案 就是台湾的一国两制 可以跟香港和澳门是不一样的 因为港澳是属于殖民地回归 所以他的条件没有像台湾这么好 而你台湾愿意参加到 我们回到这个中国大陆 大陆中国的大家庭里面来 大家可以谈 透过谈判创造任何希望 大家不要认为不可能 以前在法国 威也纳拿破仑战争失败之后 威也纳会议 法国派了一个外交冠军 他叫塔里兰 大家都觉得说 法国是战败国 理论上要割地赔款 什么都有可能 结果透过塔里兰的外交常才 到处跟这个国家斡旋 最后法国什么都没有损失 今天你如果想要选择跟蔡英文讲 走对抗的路 不好意思 从希望变绝望 因为政治实力一碰撞 你就等着完蛋 而如果展开心胸 愿意去谈判的话 谈判可以创造无限的可能 台湾人想要的东西 想要的生活方式 全部可以获得保障 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一国两制就是 针对台湾人所有的疑虑 你的制度 你的生活方式 你都不用改变 就是通通留给你 他还说 中国人他本来就讲说 是中国人什么都可以谈 他这一次是讲 两岸既然是家里人 有什么事情是家里人 不能够自己谈的 就什么事情都家人 自己坐下来谈就好了 可是有华兄 你对绿营也非常了解 绿营里面有一部分人 就觉得自己就不是中国人 另外一部分人是投机派 骑墙派 然后甚至双面人派 然后今天习近平的讲话 你觉得对绿营又会怎么样 他们会很恐惧 很害怕 还是会觉得 这样一国两制打到岛 各位仔细去看习近平的谈话 从叶九条江八点胡六条到习 五个主张 叶九条他讲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除了三通四流以外 他更重要的是说 对于台湾的历史定位 我们可以共同协商 既希望于台湾当局 也既希望于台湾人民 从叶九条江八点胡六条都讲到 可是这次习近平 已经不太顾及台湾当局的感受 这个台湾当局已经包含了 无论你国民党或者民进党执政 我都已经定调 中国大陆讲的定调 就是说你们要那个怎么做 我已经不管了 我只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第二个 各位仔细去看 前面几年讲的都是防毒触统 现在是反毒触统 换句话说 我对于台独已经不在防了 我有自信我要反了 我要反对台独 你们如果认为还要再搞台独的话 那就对不起 我有我的方式来反对台独 这个里面我们回过头来看 今天蔡英文不是讲到九二共识 各位去看 他在陆委会主委的任内 他就讲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 这个是在立法院的公报里面 他不只讲了一次 我统计了 至少讲了七次 他在陆委会 他在马英九跟蔡英文辩论的过程当中 他也讲到了九二共识 换句话说 今天习近平他对于民进党 说我对你已经没有期待了 我要用我的方式来解决两岸统一的问题 习近平把发球权抓在自己手上 他不会去看民进党 他其实也不看国民党 他直接面对台湾人讲话 我这样对你说 我这样承诺 让我们卢启秀子 开始拼命为统一努力 这是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所有的利益 所以中国国民党必须正式 而且面对这篇谈话 发表一篇说明 如果今天我是中国国民党主席 我会公开对大家说 2020年国民党把政权拿回来之后 我们不排除 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 所规定的 两岸本来就是中国统一 就是其中的一个损项 国共内战导致我们中华民族 这样的流血的牺牲 1949年一直到今天 2019年70年 当习近平今天会发表 告台湾同胞书 其实几天前大家都知道了 这么重大的事情 我不知道国民党有没有准备好 如果我是国民党党主席 我们刚刚在讲 我今天立刻回应 我愿意立刻坐下来 开始谈两岸统一的协议 怎么样 民党你敢反对吗 所以贵党 对虽然我不是党主席 但是 模拟一下你是党主席的话 身为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我觉得很惭愧 是中国国民党的表现不够好 所以才会让两岸之间的很多问题的进程越拉越快了 我必须说当习近平先生发表这篇谈话的时候 他根本不在意国民党2020会不会赢了 他完全不在意这件事 那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国民党这么废 如果国民党2020是一定赢的 也许中国大陆或者是北京政府还会想说等一等 等等看国民党2020赢了之后 两岸关系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转环 如果不是因为2018国民党血崩式的瓦解 不会让北京政府这么快的把 2016年 不会让北京政府这么快的把两岸问题 要立刻拿到台面上 甚至北京政府完全不在乎国民党 他要自己来面对台湾同胞 自己来面对台湾人民提出他的呼吁跟条件了 所以我觉得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 国民党有责无旁贷的一个使命感 而我们并没有达成大家的期望 第二我必须要说的是 在这一次的谈话里有几个重点 你会发现原本的所谓的搁置争议 这件事已经不存在了 对 习近平讲得很清楚 台湾跟中国大陆问题 不能够一代再留给一代 对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 这一代就要解决了 这跟我们原本在推动两岸之间的 整合的这个时间表上 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原本我们总是认为说 政治争议这一代没有办法解决 没关系 我们下一代再来 我们一代一代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的是 当习近平发表这个谈话的时候 他已经告诉我们没有这个时间表了 这时间表就是这一代一定要解决掉 再来当他提出来说 他可以放弃武力统一的时候 某种程度也展现出来北京政府的信心了 对 因为武统已经不是一个威胁 就我不用威胁你 我都有把握两岸之间可以朝向他期待的方向去走 当然最后一个 他提说不排除各种方案 什么方案都可以谈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北京政府展现出来他有实力了 我有各种实力可以满足你台湾人民的需求 所以中国国民党必须正式而且面对这篇谈话 发表一篇说明 如果今天我是中国国民党主席 我会公开对大家说 2020年国民党把政权拿回来之后 我们不排除 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所规定的 两岸本来就是中国统一就是其中的一个选项 我们可以跟中国大陆谈 但是谈出什么样的方案能不能让台湾人民接受 这才是关键如果今天北京政府这么有信心 说你愿意接受各种方案 什么样的选择都可以谈 两岸坐下来谈 因为就算不谈 今天这个压力还是持续的存在 台湾没有办法回避中国大陆 要求政治谈判这样的一个期待跟需求 而台湾政府就必须勇敢的站到谈判桌上 来跟中国大陆谈 未来两岸之间究竟要怎么样走向一个 共同共存共荣的一个未来 好 习近平他还说广大台湾同胞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这不是我们从小我们小学生的课本里面就有吗 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要做活活泼泼的好学生 认真思考台湾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跟作用 把促进国家完全统一 共谋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无上光荣的事业 当然在台湾现在的整个社会的主流 媒体的主流思想的主流政治的主流都是说要么就是台独 要么就是独台就是我们维持现状 现状就两岸分开 那和平交流 可是北京是不是从过去 李登辉在国民党内部搞台独 把一个创立中华民国的国民党搞到去支持台独 搞到他自己变成台独教父 然后再下来陈水扁公然搞台独 再下来马英九的八年不敢拨乱反正 不论大陆给了多少会台的东西 到最终竟然2014年会发生服貌 这件事情会不会给北京很大很大的教训 就是如果我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政治政党人士 那是没有根的 所以我不管我直接诉求人民 会是这样子吗 主委 我们接下来看 过去打个比方 30年前甚至25年前 维持现状大概是台湾最好的选择 但我在这要跟大家讲 我们人要懂得与时俱进 大家想想看25年前 台湾的经济总量达到大陆的最高峰 也就是说一个小小台湾的经济总量达到大陆整个中国大陆的45.3% 现在呢 萎缩到剩下4.2% 大家想想看 从45.3%降到4.2% 而且看来越来越糟糕 其实不是高雄又老又旧 台北合成不是又老又旧 其实高雄在北漂 台北的优秀的年轻人不是都拼命在北漂西漂吗 所以说我在这告诉大家 维持现状下去 就台湾越来越看不到明天 我们看看现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 我的理解已经全部输给大陆了 不管你的精神状态 不管你的专业知识 我们那时候啊 我们的数学不输大陆 我们的国文一定比大陆好啊 拜托 现在我们的数学输大陆输多少你知道吗 去年八个台湾学生进上海交大读书 一个学习下来七个低头回来 真的啊 然后现在台湾的小学生小学四年级 优等生呢 他爸爸想说小孩将来要在大陆读书好 读一个礼拜读不下去 说大陆的教材太深 诶 我看大家都还不知道 现在英国的中学的数学教材 是由上海华东四大出版社帮他们编的啦 所以说我在这就要讲嘛 你维持现状 跟30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维持现状就是单戏啦 我们怎么替我们的下一代子孙找出路 我在这要问啦 民进人把台湾塞得惊惊惊惊 我我我我我我听到蔡英文讲那种话 我就说要吐息啊 她说说我们台湾对自由民主的坚持 我记得别说啦 你吐了吗 蔡英文你告诉我 你为台湾的自由民族贡献过些什么 能够跟我朱高正 揣一支咖喚和你比喻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翻译 他朱高中委员说 你要抓一根脚毛跟蔡英文比比看 对 就蔡英文他跟我讲 他一辈子为台湾的自由民族做出哪一点贡献 我拔一根脚毛都比他大了 还不到三天啊 大家推并率在考虑说2020 一天到晚吃饱饭 没去考虑说台湾的教育问题在哪里 医保现在问题在哪里 怎么样能够让提高台湾的经济竞争力 都没有 你去看大陆看看 人家大陆都整天在考虑 怎么让老百姓过上好路 怎么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我们再来看看习近平说了什么 台湾前途再与国家统一 台湾同胞扶植 细于民族复兴 我读习近平的这篇 对台湾同胞的讲话 其实我觉得非常熟悉的感觉 我曾经写过一个文章叫台湾的前途就再统一 就只有一个前途 两岸终将统一 必定统一 诸位员 我坦白讲 我当年为什么会牺牲那么大 来为台湾的民主化奋斗 还不是为了整个中国 如果只为台湾 那我需要努力到那种程度吗 但我在这坦白跟大家讲 最近这十多年来 我深刻反省 大义民主体制 已经走进死胡同了 我们看看美国 你看看英国 现在意大利也就是极右派掌权 连德国从前年的九月 国会大选之后 德国也不行了 所以说我现在要告诉大家 代义民主 蔡英文讲说对自由民主的坚持 我请问大家 台湾的民主体制是给台湾带来环荣 带来更多的公益 还是带来的是腐败 那吉他你就别说了 台湾选举 最近时代力量不是拿了一个报告出来吗 那些参加选举宪室议员的有多少有刑事前科的 不是国民党提名吗 民进党提名吗 你政党应该叫去抓这个 我在这告诉大家 台湾的民主已经完蛋了嘛 政党在提名 第一个考虑是什么 会对不 会不会当选 对不对 至于说当选之后心术好不好 能力好不好 是不是能够去实现党的政策 不考虑 候选人当选了 说我要继续连任 或者我要更上一层楼 我在这跟大家讲嘛 像看看我们看这一次九合一选举完后 才不到三天啊 大家拼命在考虑说2020 一天到晚吃饱饭 没去考虑说台湾的教育问题在哪里 医保现在问题在哪里 怎么样能够让提高台湾的经济竞争力 都没有 你去看大陆看看 人家大陆是整天在考虑 怎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怎么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我看啦 这个看清楚就好了 所以台湾的民主千万不要作为 抵挡两岸和平统一的借口 好 好